歡迎來到ml6.com 並且輸入優惠碼 NOW X即可享有5%優惠喔 哈囉你好我是諾斯 今天我要繼續進行我們的Mighting模式 今天所要介紹的話 就是我個人認為現在在Mighting模式裡面 最好使用的一個陣容 基本上這個陣容我是為了 就是因應兩種情況而設計的 第一種情況就是大南陣 大南陣讓你在打陣地戰的時候是 陣地戰呢個人就是覺得 如果對方全部都是以大南為主的一個情況下的話 你可以使用這樣的一個先發陣容 而另外一個的話就是小球速投陣 那這邊小球速投陣的話是用來追分 或者是你想把分數碾壓過去的一個情況的時候 你才會去使用 基本上的話這套陣容我是個人認為 現在用的算蠻得心應手的 我個人認為這套陣容也是 我在打Lumity的時候最好使用的一個陣容 好我們首先先給各位講一下 這個先發的控球會不會是誰 那先發控球會不會的話 當然就是我們這個Magic Johnson 而Magic Johnson的話他有6.9的一個身高 那他的這個身高呢 他這個身高呢在打控球會來說已經是非常好的 就你LeBron James只有6.8 他也沒有辦法比這個我們的 Magic Johnson更好 所以我這邊就不特別再做一個介紹 那這邊二號位的話 我個人認為有兩種選擇 第一個的話 如果你想強化自己的這個三分球投射能力的話 你可以選擇這個Mano Ginobili 或者你這邊選Covie Bryant也是一個選擇 我個人認為Mano Ginobili他的這個 投射速度實在是偏的有點慢 那我這邊的話我先選Covie Bryant Covie Bryant的話他有底線的這個徽章 不過他的投籃穩定度的話就沒那麼穩 就是看你自己的一個選擇 那這邊三號位的話有兩種選擇 一種是LeBron James 一種是Paul Pears Paul Pears的話三分球非常穩定 這邊可以看到他三分球的話大概是在97的一個三分球投射 那這邊加上Steven Kerr的這個加成之後的話 可以到99的這個三分球投射 那這邊的話我們先選擇這個Paul Pears 四號位的話 Tin Duncan Tin Duncan的話這個應該不用我特別再說 Tin Duncan就是我之前有介紹過 個人認為最強的一個四號位 那五號位的話當然也不用再特別說了 這就是我們這個Tingo Jaba Tingo Jaba 72的身高 他在中風裡面算是最高的一個身高 這是先發給各位看一下 其實在整體的這個身高的話還是比較高的 那這邊的話 Tip我就是想跟各位講 前面我有說過是用來追分用的 那這個陣容的話 我個人就跟各位講解一下 那這邊Campus Walker Campus Walker 他這張卡片的話 是屬於投射速度蠻快的一個卡片 而且他的三分球也是蠻穩定的 他也是有90以上的這個三分球投射 那這邊加上Steven Kerr的加成的話 那這邊加Steven Kerr的這個加成之後可以到95 那如果你在給他穿鞋子的話 就可以直接上到99 那是變得非常穩定的一個三分球 那這邊的二號位的話 我這邊推薦的是這個 Brandon Roy Brandon Roy的話 他的這個三分球投射非常非常的快 那這邊的話 我個人認為 這張卡片他的這個三分球投射方面的話 其實跟這個 Hobby Bryant有點類似 大概就是85跟84的差別而已 那這邊其實在加成之後的話 他的三分球可以上到快90 如果這邊我們在使用有識對戰術組的話 我們雖然可以出現空檔 而且是非常大的空檔 而且這邊投射的時間 你也要算進去 要不然的話其實還蠻容易出現這個 你已經出空檔了 但是還是被輕微干擾的情況 那這邊如果我們使用Brandon Roy的話 他就是我個人認為非常好用的一個 速投型的一個得分後衛 好那我們在三號位中一樣的話 我們選擇葛蘭傑 葛蘭傑的話這張卡片 他的三分球可以給各位看一下 他的三分球是94 加上Steven Kerr的這個價錢時候 可以叫99 並且他在外圍的投射的話 你可以看到他有這個全熱區 這三分球投射方面的話 你可以看到他是全熱區 所以我們並不用擔心他的這個 投籃穩定性 他的投籃穩定性應該可以說是 小前鋒裡面最高最頂級的 其實Paul Pierce的那三分球穩定度 搞不好還沒有他那麼高 那這邊我個人認為葛蘭傑 就是我們這個三號位裡面最適合的一個球員 並且他的這個三分球投射速度 一樣是非常快 那這邊我們就使用這個葛蘭傑 當我們這個三號位 那這邊四號位的話 我這邊推薦的是這個 這個卡片蘭森林 卡片蘭森林 這邊其實他也是屬於速投型的一個三號位 不過這邊的話 我們應該要打這個小球證 所以我們這邊會選擇這個 讓他打四號位 我個人認為他如果去配合這個 勇士隊的自由戰隊組的話 他會變成一個非常厲害的一個存在 控球後衛 得分後衛 小前鋒大前鋒這四個人 都是屬於速投型的一個 得分點位的時候 你在追分的速率的話 會變得非常的快 那我們這邊最後再選擇Black Griffin 來當做我們這個五號位這樣就可以了 這邊五號位選擇這個Black Griffin 最主要原因的話 就是他在這個 取得這個進攻以及防守籃板的能力上的話 還算不錯的 這邊我們五號位的話 也可以把它切換成斑蛙 但是斑蛙這個價格實在是太高了 他比這個Magic Johnson還要高兩倍以上 那張卡片基本上我個人認為 我應該是沒有入手 那張卡片沒有那麼值得入手 替補的話就放三張銅卡 有粉絲問我說這放三張銅卡 最主要原因是什麼 因為2K裡面一直有一個叫做平衡器的東西 如果你的這個整體的這個隊伍太強 當你遇到紫卡或是紅卡的時候 你會直接被打爆 很容易被打爆 因為他會直接幫你把那個 兩個球隊做一個平衡 做一個Balance 你就知道你的卡片會瞬間弱很多 他可能下降的不是1點2點 他可能下降5點10點 他也沒有一個完整的數據可以跟你講 那基本上你可以明顯感受到 你的卡片完全都不會進 對方紅卡紫卡就一直會進 這是一個我只能說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這邊放三張銅卡 是為了盡可能去避免這個 被Balance的一個機率 那我們這邊這樣子的話 是聽說啦 是最有效可以 就是防止被Balance的一個可能性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所介紹這個陣容 今天影片的話比較短 那我這個就不進行我這個實戰演練了 那各位的話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試試看這樣的一個陣容 你當你使用先巴這套陣容的時候 建議使用的是牛角戰術 這邊當你打替補陣容的時候 建議你使用的是我們這個勇士隊戰術 我個人認為戰術切換的這個時機點的話 盡量是在這個每一節的大概尾端 然後再進行這個切換 因為這樣子比較有效 讓對方比較難去抗衡你的這個陣容 那各位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使用看看這個陣容 就是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都可以在影片下方進行這個留言 好那本支影片就喜歡這個影片 如果各位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別忘了下下方的訂閱 並且也想要大家收看關注我最新的影片動態 那B站的影片的話 也不要按在頭皮收藏 並且把影片分享出去喔 好那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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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後天風兒 拍攝 呻吼